这两天都在说多么多么贵的羊 瓦格吉尔羊 我就琢磨着它是能有多贵呢 据说一只纯种的瓦格吉尔羊可以卖到上千万 我就想说 你难道发出的不是羊叫声吗 难道你是羊中帕瓦罗蒂吗 你不就鼻子大一点鼻梁它一点 长得跟阿凡达一样 凭什么就卖这么贵啊 你这肉吃了是能长生不老还是能包治百病 长得也不咋低 看来看去也就耳朵大一点 体重高一点 屁股还没有阿拉太大的羊的丰满 怎么就这么贵呢 难道是来自阿富汗的就是贵吗 这要是家里羊个两只 简直就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了 更搞笑的是一百多年前 我国已经引进了这种羊 和本地的羊进行血统遗传 培育出来的羊名字叫道朗羊 而且身价也因此长得起来 这种羊说实话 即使肉质在新美我也不敢吃啊 要是能买得起 买回来也得当祖宗一样供着呢 这么咬口的名字直接改成 宾利羊劳斯莱斯羊得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瓦格齐尔阳价格如此的昂贵呢 我努力地在某度上搜索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为什么 都说是阿富汗血头 你怕不是能产石油吧 还请各位网友能够踊跃评论去回答 为啥它这么贵 关注我 继续带您探索这奇妙而有趣的动物世界 by bwd6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